全体操作整齐划一的口号 奋力拉近手上麻绳 这一拉就是好几个小时 从基本的八人一组分组拉绳 再到攻击防守 每隔三十秒更换不同拉绳方式 日积月累的操练 让这群小女生们 手上早已堆满厚厚的肩 练整天的时候 可能课表都是跟绳子有关的课表 可能手就会 就是连续几天会比较 就是练速课的时候 就可能会去撑到手 然后就手会裂开 拉绳的时候可能手没力 然后手就会滑掉 然后有可能手上的皮也会裂 就是破掉 因为手就是前阵子破掉 然后所以有一个洞 然后反正的肩就是在拉的时候 就会滑起来就会把它碎掉 正直滑样年华的少女 得在无数次练习当中 让手掌揉出一层又一层的后肩 就连破皮流血了 还是得擦药包扎再继续来 不仅如此 他们还得随时注意 其中计上的数字 平时这得发挥实量 努力尊重 就是互相叮咛一下 就是不够重的人要吃哦 多吃一点 我们有吃过加二福的大伯肉 然后是教练买给我们吃 因为其实台北开销蛮大 然后教练就会就是希望我们 那就是他去买面包 教练就是自己买面包 然后买给我们 然后让我们当宵夜 过每当比赛的到来 为了要让全队体重总和符合过磅标准 再前两周 这次小女生们就得用极端的方法 快速减重 在减重的时候 大家都每天跑步跑步 跑一个小时以上 早餐就吃一点 然后中餐就没什么吃 然后晚餐都不吃这样 也有去烤箱烤 这两天他们都没吃 然后就跑步 然后跟今天去烤箱 然后再跑步 控制体重 每天苦练 咬紧牙关 撑过手上的大小时后 这群小女生为了拔河所吃的苦 足食令人敏佩 而现在的景美师大拔河连队 已经成为家喻剁小的台湾之光 所获得的资源 也比往年来的更多 我们常看到 那个这些小女孩的手 她们因为拉绳子的关系 就是磨破了 而且又长茧 那跟老太太的手 其实没有两样 那看了其实还蛮心酸的 那我真的很开心 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资源 送到她们手上 让她们得到更好的照顾 最近又有运动力量团队介入 然后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会安排一个办法 过来这边看我们训练 所以事情的爆炸或怎样 可能要做人好 包括一些极限的伤害 我们的运动力量 一些极限的伤害 可以马上做准斥 那伤害运动受伤完之后的 后续的一些部件 那些专业的运动办法 也会介入 提供他们一个很好的活脚 在拔河这条路上 所经历的酸甜苦辣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 才能体会各种滋味 接下来这群小女生们 将继续征战国际舞台 不只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拔出自信人声 在体育新闻 黄瑞红 刘婷宇专题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